这是一股战斗力超强的倭寇居然仅靠百人, 就能攻入城高持深的苏州城, 想夺巨量财物扬长而去。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长熟县, 长熟举县震惊, 毕竟有几千正规军防守的苏州都被攻破, 那咱这只有几百民兵的小县城, 还布成了倭寇眼里的软柿子。 且倭寇正往长熟县赶路, 这针钥匙来了, 那倭寇还不得把县城的人给杀干净。 王府王县长立即召开全县紧急会议, 如何抵御这股异常强悍的倭寇? 会议刚刚召开, 大家都因不同意见分成了两派, 之前对倭寇两战两劫的士兵都希望出城迎战, 毕竟经历过实战, 打倭寇打出了自信, 且这次倭寇携带巨量财物, 行动肯定迟缓, 苏州的守军也没有发起追击, 他们肯定会放松警惕, 毕竟周围除了苏州守军外没有厉害的正规武装, 可县里的众多士绅纷纷表示不同意出击, 以前的倭寇大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, 可这次的倭寇不同以往, 他们计划周密行动有序, 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苏州城下, 短时间内又攻入城, 专挑大户下手抢夺钱财, 最后快速撤离, 这根本不像是普通的倭寇, 我们最好别惹, 他们眼下最重要的是逃回海上, 相信也不会来攻打我们。 王大人看着吵闹的人群, 自己也陷入两难, 虽然自己组织的士兵战斗力挺强, 打倭寇无往不利, 但人数毕竟只有几百, 连苏州几千守军都打不过的倭寇, 我们这几百人真能打得过, 这边会议还在继续, 王大人早已派人去请住在附近的老钱钱叛, 老钱本是朝廷的高管, 这次回家是为父奔丧, 按理要在家守孝三年, 等老钱回到家大半白事实, 好巧不巧正好有一股倭寇过来打劫, 大闹钱老父亲的灵堂不说, 还把钱老父亲的灵鹫给一把火烧了, 这下可把老钱气疯了, 他之前在陕西汉中可是主管军事的官员, 可调动半个省的军队, 现在居然在老父亲的灵堂之上, 被几个倭寇小贼给欺负成这样, 此仇不报非君子, 老钱于是也组织乡亲, 成立了一支打倭寇的民兵, 这段时间和王县长经常走动, 两人都爱好兵法, 一来二去成了好机友, 老钱一听说王县长叫他开会打倭寇, 立马带着民兵就来了, 老钱毕竟是高官, 附近大小官员都和他打交道, 这部新的情报到了他这里, 说是这股倭寇准备在长熟的上湖抢夺民船, 再经过让堂入海, 老钱一到会场便跟大家说, 倭寇的路线我都知道了, 我们只需要在长熟城下等他们, 之后兵分两路, 一部分尾随倭寇, 另一部分再让堂岸边埋伏, 等倭寇到了埋伏位置, 我们将他一网打尽, 很多士绅还是反对, 毕竟这些民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职, 这次倭寇非比寻常, 如果交战我们肯定会很多死伤, 放他们走不行吗? 咱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, 老钱突然两眼泛红, 是啊, 我们不会有什么损失, 可窝寇会怎么看我们? 原来弱大个中国是个空架子, 任由他们过来掠夺, 今天我们确实不会有事, 可明天呢, 气焰更加嚣张的窝寇, 就会把我们当作牛羊一样屠宰, 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, 上要报效国家, 下要保护家庭, 如我今天为打跑倭寇而死, 为国为家而死, 死有何汉, 死又何惧, 这番话把年轻的民兵们搅得热血沸腾, 大声呼喊,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, 杀尽倭寇, 为国为家, 老钱转向身边的王大人, 说道兄弟, 我这把53岁的老骨头都不怕, 你怎么说, 王县长回道, 无非跟随你钱兄到鬼门关走一趟, 况且还能杀几个倭寇, 这不是赚了吗? 两人相视大笑, 这边王县长和老钱如何准备先不提, 倭寇这边在下午已抵达上湖, 并抢夺十数艘船舶, 入夜后他们开始行动, 等倭寇到达长熟县城旁, 王县长老钱率领骑兵悄坐船跟了上去, 只要到达预定的埋伏点, 就能将倭寇一网打尽, 可刚到达让堂, 在前面的倭寇居然停船了, 这是怎么回事? 难道被发现了, 老钱和王县长面面相觑, 突然, 就在身后, 几艘黑灯下火的船从拐角出现, 正往老钱这边滑, 来不及老钱这边反应, 看清到底是谁, 前面的倭寇也吊过船头, 看样子是要向老钱这边进攻, 不好后面的也是倭寇, 不知那个眼神好的年轻民兵喊了一嗓子, 顿时恐惧笼罩了整个小部队, 赶紧靠岸我们不能被包架, 老钱下令大家赶紧往旁边滑, 可刚刚靠岸两头的倭寇也跑上了岸边, 鬼喊鬼叫举着明慌慌的武士刀, 从四面八方向民兵们砍来, 这个场面让不少民兵吓破了胆, 不少人四散而逃, 老钱一看势头不对也带着亲兵准备跑路, 刚跑出两步, 就听到后面王大人在大喊小贼那命来, 回头一看, 原来王大人和几个人陷在河边的淤泥里动弹不得, 老钱赶紧带着人用网回杀, 准备把王大人他们救出来先, 还叫人组织其他人准备迎战, 可这股倭寇的战斗力实在太强, 等跑到王大人身边时, 已被倭寇团团围住, 一顿刀光剑影之下, 不少民兵应声而倒, 分明不是对手, 大家都知道可能活不过今晚了, 王大人双目圆征, 不断大声叫嚷着向倭寇杀去, 刷, 只一刀, 倭寇砍中王大人瀑布, 王大人倒地不起, 中年四十岁, 这边老钱同样被倭寇刺中树墙, 全身血流不止, 但他仍然举刀战斗, 在最后的时刻, 亲手杀死倭寇三人, 自己也壮烈牺牲, 一起牺牲的还有钱柱、 钱班、 钱西吉、徐察、 宋一涛等人, 此战可代表了明朝百姓是如何用血肉来打击倭寇的, 可谓荡气回肠, 为了纪念王大人老钱等抗窝中计之士, 百姓自发为他们建立了祠堂做纪念, 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为钱盼做墓志明, 朝廷为了表彰两位中计之士追赠官位爵位, 并允许他们的后代世袭, 王夫墓仍在余山南策, 今天仍能看到, 所谓民族的延续大概就是历史永远会记住英雄, 英雄也激励着现在的我们吧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